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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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代 它是曾经创造过奇迹的国家 它是突厥民族当中的一支 在唐代前后 就是公元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 它是在我们东北亚 这个很强大的一个民族 突厥帝国 对唐帝国形成了强大压力 而且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 但是大家知道那个结果 突厥以唐朝的冲当中最终是唐朝獲勝 东突厥实际上变成了 中央文化的一部分 西突厥就打跑了 突厥民族去了中亚、西亚以后 也过过一段时间 流浪者的生活也挺苦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逐渐地就炸下了根 在阿拉伯这个地区 形成了很多突厥人的王朝 比如说 阿拉伯世界引以为豪的一个英雄 叫萨拉丁 他在击败西方的十字军 路侵方面起的作用很大 但是萨拉丁 请大家注意 他可是突厥人 他并不是阿拉伯人 后来还有一个塞尔素突厥 也是建立过一个不错的王朝 后来就是著名的奥斯曼帝国 那就是另外一次突厥 所以突厥本身还有很多部落的 但是在被唐朝打跑以后 跑到西亚 在那混得还不错 唐朝的手下败将 到了西亚还能称霸一时 你可以想象那个历史很有意思 我去过土耳其好几次 然后我曾经看过他的一个英文版的教科书 那第一句话就把我吓得够强 他说 Our great ancestors forced great Chinese built great war 第一句话是这个 让我吓一跳 说我们伟大的祖先迫使伟大的中国人建立了伟大的墙 是长城 他就认为匈奴是他们家的祖先 其实人类文化学者发现匈奴跟突厥没关系 但是他们反正就认这就是他的爹 这个挺逗的一种文化观 然后下面一句话更吓人 他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亚洲 我们要回去的 这个挺吓人的 突厥就是在西亚建立了几个王朝 其中离我们近代 最近就是奥斯曼突厥 他这个突厥曾经是横跨欧亚非三州 整个阿拉伯世界臣服于他 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地区 东欧地区 他辉煌得不得了 两次进攻维也纳 差一点吧 维也纳攻陷了 欧洲都曾经差一点臣服于他手下 但是后来跟中华帝国一样 命运一样 就是西方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明 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下面有强大的现代制造业 有大机器生产 有金专利报 这个时候他就搞不定了 然后就被称为西亚宾服 我们叫东亚宾服 他叫西亚宾服 最终在一战以后 这个帝国就瓦解了 它的控制区域全部就独立了 巴尔干独立 阿拉伯世界独立 然后就仅剩了核心区域 就是现在的小亚西亚这一块核心区域 那么一度 当时那个西方还想把它也肢解了 把土耳其 就现在这个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耳其 肢解成三个部分 当时的土耳其皇帝叫苏丹 都准备投降了 然后他的军队司令 就是凯末尔先生就把苏丹给废了 自立为总司令 然后就开始顽强奋战 最后赢了 把那个西方联军击败了 然后保住了今天这个土耳其这一块本土 在独立战争期间 凯末尔先生形成了他自己的这个理论 就是叫 有人叫凯末尔主义 跟当时中国的孙文主义 孙中山主义是一样的 当时亚洲两大民族主义思潮 总的特点差不多 都是承认西方的文明优势 西方的工业化优势 然后全盘西化 核心是引进西方的现代技术 现代教育 现代生活方式 咱们早一点 我们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中华民国是1911年 是亚洲第一共和国 他是第二个 他1919年他晚一点 然后就用他强大的权威推进这个国家现代化 包括服饰啊语言啊都改了 应该讲左右成效 我可以说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国家在至少在西亚地区 它的现代化程度是相当领先的 大家去土耳其你会发现 那边的生活方式 特别中产阶级方式非常西化的 社会世俗化程度相当高 现代化程度相当高 但是现在历史来的新的转折点 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资政党 正与发展党 他们呢本质上这个宗教主持 他是遍布中东地区的 穆斯林兄弟会的土耳其分支 民意是个现代政党 正与发展党 简称正发党 然后这个领袖阿尔多安先生 就是土耳其现代的总统呢 是非常有政治包袱的人物 而且政治手腕技巧也很高 对权力控制很老 所以这个人又能干 他又有政治这个包袱 然后这个政党现在那个控制力也很强 就开始出现后果了 这个国家正在改变方向 现在一般西方人认为 这个国家正在放弃世俗主义 走向这个传统的宗教社会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判断呢 大部分西方舆认认为去年7月15号 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一个土耳其版的国会综合案 是自编自导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军事政变呢太原始了 没有高官参与啊 就是一帮基层士兵也没准备 所以轻易就被镇压下去了 对吧 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政变 而是人为编导的留学事件 目的是什么呢就借这个事件留一些学 留了学以后他就可以大规模镇压 因为军队被认为是凯布尔主义 也是土耳其国府思想的主要捍卫者 结果军队遭到了诊数 大量的警察 律师 记者 还有大学老师遭到的清洗 这个社会正在迅速的宗教化 那么这就给未来的那个中东带来了变数了 因为土耳其呢它还是力量比较大的一个伊斯兰国家 另外地理维持太重要了很跨欧雅 还有一个政治身份重要 它是这个北约成员国 法理上还是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呢 所以这个国家如果放弃它一贯的立国资本 转向宗教社会它的影响不可低估啊 不可忽量 很多人认为很多西方语论认为啊 埃尔多安先生是很有政治报复的 它现在呢转向宗教社会 它可能有两个报复 一个呢就是实现新奥斯曼主义 就是让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重回奥斯曼帝国的荣光 现在伊斯兰世界这个人口很多 大概总人口已经到达16位亿了 就成为这16亿的精神领袖 是吧这是新奥斯曼主义 另外呢它打个历史牌就是叫泛突厥主义 它就认为从咱们中国的新疆 一直到土耳其啊中间包括五个斯坦 三个外高层国家 全部都是他们家的 它说只要是讲突厥也都是我们家的 这是有历史误解的 因为那个人类文化学者共识 就是其实土耳其跟那个中亚五国 跟那个我们新疆在血缘上没什么关系 就是属于突厥就语言上是一致的 但是其实人种上不是一种人 再说到具体一点 我们新疆的维族人呢 实际上呢在历史上 在突厥和唐朝冲突的时候啊 他们是死敌啊 完全是两个那个敌对的那个部分 但是土耳其人挺多 现在就认为新疆是他们的一部分 所以因此把我们新疆叫东突厥斯坦 所以然后就发起了东突运动嘛 现在被联合国已经认定为 东突运算是一个恐怖组织啊 对吧 不光是我们认定 联合国也认定 所以这是现在一个麻烦 它其实没有事实依据 就是它本来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语言有一致性的地方 都叫做他们家的 叫犯突厥主义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咱们看以后中东局势一个看点吧 到底宗教化会走向何方 它的两大那个报复 这个恢复新奥斯曼主义和恢复那个犯突厥主义 能走多远 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 特别是后面那个犯突厥主义 它直接影响我们新疆稳定 这个我们得特别注意 当然我个人认为呢 它其实是个小马拉大车的一个战略 它拉不动呢 新奥斯曼主义在中东行不通 中东我也去了一些国家 巴林 科威特 阿联酋 卡达尔 前年我去过卡达尔 沙特去了两次了 阿拉伯人很讨厌奥斯曼人 很讨厌突厥人的 他们对那一段奥斯曼的统治记忆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呢 他现在想回来重新当领袖 我觉得这个社会基础就没有 具体讲他遇到好多对手呢 他要成为这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别的国家不一定干了 伊朗肯定不干 伊朗现在流洪洪的 然后新的对手 以色列肯定不干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沙特 还有埃及 埃及是世俗 阿拉伯世界当中影响很大的国家 也是最有力量的国家 沙特是精神领袖嘛 至少他在当地 就有四个对手 伊朗 以色列 沙特 和埃及 然后搞犯突厥主义啊 他就要去外高家所 去古格斯坦 俄罗斯也不干了 俄罗斯是早收国家了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来参加什么呀 所以我觉得想法很好啊 但是我估计时间起来实际是 是自讨没趣 就是被事实教育清楚以前 他肯定 因为人呢 喝酒多了以后 他有时候 他有一段晕的 他会做很多事 就会添很多乱 对地区 不光是中东 中亚 他都可能添很多乱 也需要密切注意嘛